好 我们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 首先分析一下它的结构 在主对角线上所有的元素都为1 那么剩下的这些元素跟主对角线的距离为1的时候 这跟它距离为2 所以它就是1加1对2 1加2对3 然后这个n跟它的距离为n-1 所以它这个元素的大小就为n 它跟下面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也是n-1 跟它的距离也是n-1 所以元素的大小其实是跟它主对角线到主对角线的距离是有关系的 它的那个距离加上1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后面一下 减前面一下 等于1或者是-1 因为它是就是跟主对角线那个距离有关系 所以我们以首依据 从dn-1项减去n-1项 dn-1项减n-2项 然后1是这么减 只有第一项 然后它第一项就不变 这个dn就变成1 123 然后后面后面一项剪完前面一项之后第二项变成什么变成1 然后这个变成1 这个是扑1 这个是扑1 这个是1 移到后面是1 大家把这个逻辑理清楚 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从后面往前面剪 是这么来的 而不是说先剪了这个 我再剪这个 这个关系是最后剪出来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顺序剪的时候就是这样来这样剪 最后剪出来结果 好 这边的1 是这样的 好 最后就得到一个这样的试着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 在主对角线上 除了这个以外 主对角线上的其他元素 这个也是-1 主对角线上的其他元素都为-1了 然后在这 左边这一块呢 右边这一块 它都是为-1 左边这一块呢 左边这一块它都是1 所以我们想办法把第一行都往这边加 那么它加完之后 就把第一行所有的只往第二行第三行加 那么第一行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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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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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2 2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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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列以外 那么剩下的这些元素都变成什么了 这个地方是点啊 这个地方是点不一 这下也是这些元素 它是不是是这一块 这一块来看一下 这些它是不是都为二啊 因为它在组对角线以下嘛 以下这些元素都为一嘛 刚才分析了下 主对角线元素都是负一 然后这边都变成一了 所以现在它除了这一点以外 其他都为二 那么它有多少个二呢 就是还是乘一个一 乘一个二的n-二次方 因为有n-二个二 就是排除了这么一下 然后又排除了第一个 所以还有n-二个 那么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把它写一下 就是它就是等于负一的 当然写的是n-一 n-1n-1 那个大小都是一样的 我还是给它写n-1 好吧 然后就是n-1 乘以2的n-2 那么最后结果就这样了 这个题目 这样的题目 大家都要分析一下它这个结构 因为它这个结构性很强 就是跟这个组对角线的距离 可以确定它元素的大小 好 这题就给大家解关了 好的 这样呢